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视觉装置 然后去告诉所有路过从这边看到的人 他们都能够遇见这样的一份美好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主题有意为之 然后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呢 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不经历的 但是呢为了促就一份很好的一个爱情关系 或者是达到一个关系的进阶 都是一场有意的行为 所以就是希望所有的有爱的人 能够更加的去经营好他们的爱情 我们谈恋爱到现在确实 既有的时候既是异地 然后又是军恋 真的是据少离多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走到现在 真的很多时候就离不开他的坚持 当时我在读大学他读军校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到毕业 然后一起工作 我们最长的见面就四个小时 然后四个小时就要 最长的见面四个小时啊 对啊 就是他每一次出来 外出的时候就只有四个小时啊 反正就是按小时就算 冬天很冷的时候晚上去看他 因为只有晚上他才有时间 然后就站在那个马路边 然后吸着灰尘 然后吹着冷风 就是隔得很远 就是从这个地方可能再高这个两层的距离 所以这样子去忘了 就是真的还是好新鲜啊 好新鲜啊 隔着围墙我们也听不到彼此说话的声音 只能打视频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他在航空中陪我聊天一两个小时 如果从来未来的话这个生活不会有一个改变的这个时候 像当我们现在各自都工作了 加上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时间会自由一点 2月14日呢也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日子嘛 然后呢在前期我们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比如说我们要提前增加窗口嘛 因为根据咱们线上和线下的一个预约平台的话 那么我们大概当天的登记量是近200对吧 我们也是给到场的新人提供了一个氛围营造 然后也提供了很多的小奖品